大人你要帮我做主啊 来都来了 算了吧 每天下来这么多人 哪个不觉得委屈 可是下辈子注意点 大圣啊 你不会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吧 俺老孙可是在帮你干活 又不是在你这儿失败时 那干脆阎王让你来做 好啊 滚 明明是他自己说的 冲我后啥呀 大圣啊 你这个月就下来好几回了 啥情况啊 还总想赖着不走 你该不会真的想当阎王吧 你还真以为我要的是 这个小小的地府 哦 大圣啊 你来真的 啥 放心 我们都懂 懂什么 自从被你绕过一次之后 天庭的防卫可比以前森严多了 但我们地府经营多年 在上面也是有很多朋友的 真的 那你们能托人给我找个工作吗 原来是想找工作呀 我还以为你想当秘笔呢 吓死我了 不过你到底啥情况啊 跟我们说说呗 事情还得从新来的小师妹那说起 师傅 我们今天学什么呀 今天实战课 让你大师兄陪你过周 嗨 就这小姑娘 按一棒子下去 她得哭一天 喂 敢不敢换个武器 老唐管一下 把手里的玩具放下 过来重新挑一把 李大师兄好歹是一代妖王 多少尊重一下 小师妹 咱不用枪好不好 好呀 哼 算我没白疼你 李沙时刻 我现在一回去就被拉去练招 所以想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 现在的孩子学东西都很快的 很快就熬出头啦 可按师傅会的东西够我死上几百回 女孩子哪会喜欢舞招弄枪 能学个一两样就不错了 我想全部都学 全部都学很累的 而且很废猴子 我不怕 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好 去接李大师兄